森林砍伐的问题与保护 全部森林的面积占地球的30% 去年亚马逊砍伐超过台湾1⁴的面积 全球有80%的动物在雨林中 亚马逊雨林每年有4000至6000种动物灭绝 当树木被砍伐后 会将储存的二氧化碳释出 而树木也会吸收二氧化碳 森林大面积的减少 造成河川供水的减少 二氧化碳的增加 当二氧化碳大量增加 大气层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后 造成全球暖化 水分子对于人类极为重要 而水循环则是水分子的流动途径 水循环 植物吸收水分 水借由树根进入土壤 土壤中的水跑到河川中 再蒸发到空气中成为水分 然而对于社会而言 经济的成长重要还是森林保护的价值重要 就经济成长方面来看 建筑宅区 种大豆 核蓄木等 是人们砍伐木材后在土地上所从事的活动 至于保护森林的价值方面 水的涵养 维持动物多样性 提供人们休憩 是森林保护的价值 显而易见的森林的价值比经济发展重要 那要如何保护森林不被大量砍伐 提供干净的供应链 即不再采用精油破坏森林所生产的牛肉和大豆 肯德基 麦当劳 汉堡网 皆承诺会提供干净的供应链 使用再生殖 停止砍伐 和减少重大豆来饲养鸡 也能增加对环境的保护 妥善利用资源 创造一个永续环境 让未来的人们都能共享